行政院會通過了空氣污染防治策略 包括了鍋爐 二行程機車等 預計要投入將近兩千億元的經費 目標是要在一百零八年底 降低PM二點五的濃度 防治空污大作戰 行政院會 今天通過空氣污染防治策略 院長林全更親上火線 端出胡蘿蔔與棒子 中繼十四項措施 目標在一百零八年底 達成PM二點五濃度 從一立方公尺二十二微克降到十八微克 改善百分之十八點二 空氣污染紅色警戒 從每日九百九十七站改善到五百二十八站 改善率達到百分之四十七 由政府投入三百六十五億 台電一百零一億 民間一千六百八十四億 總共兩千多億的經費 來改善空估 火力發電廠的問題 包含鍋爐的問題 工業鍋爐的問題 林全表示污染源包括發電廠工業污染和移動污染源 甚至境外移入的污染源也佔整體的四成 而且空污隨風飄移 局部限時改善對整體效果不大 必須全民一起來 環保署除了太幻柴油大貨車 也鎖定一百零八年底要淘汰一百萬台二行程機車 並提供補助 希望帶動換車潮減少空污 環保團體雖然樂見政府以行政院的高度跨步會動起來 但認為在深煤的現用和減煤努力上仍就不足 而且空污基金的裁員 至今只對流氧化物 氮氧化物以及揮發性有機物收取空污費 立狀污染物的部分仍未開征 給加緊腳步 至於境外污染源占整體空污的四成 尤其對岸PM2.5對臺影響最大 如何仿制 林全強調 不止對岸 日韓非對臺也都有影響 只能靠國際之間的合作來解決 記者小聲波與台北報道